大家好,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待阶之谜》 节目主要内容包括 一月球的失踪脚印 宇航员的谜团 二尘埃中的秘密 寻找月球历史的线索 三寂寞的证人 月言揭露的月球之谜 那么小六子 可以先跟我们说说月球的失踪脚印 宇航员的谜团 各位观众 今天我们来聊一个既神秘又有趣的话题 月球上的失踪脚印 是的,你没听错 就是那些几十年前勇敢的宇航员们 在月球表面留下的脚印 你可能会问 月球上的脚印怎么会失踪呢 难道是月球上的外星清洁工 偷偷擦掉了吗 或者是月球版的大脚怪 在夜间散布失无意中踩平了 好吧,让我们先来科普一下 月球没有大气 也就意味着没有风和水流来侵蚀 或改变表面的痕迹 因此,理论上 那些脚印应该能保存很长时间 我们说的是成千上万年 但是 月球并非一个静态的环境 它有着微小的月球震动 还有不断撞击的微陨石 这些都会逐渐模糊 和最终可能消除那些历史性的脚印 现在,让我们来点幽默 想象一下 如果月球上真的有外星人 他们可能会对这些脚印 感到非常困惑 看啊,又是这些奇怪的 二族生物留下的痕迹 他们每次来都不打招呼 只留下一些脚印和奇怪的车辆 然后就消失不见了 他们到底想表达什么 或许外星人会认为这是某种宇宙级的涂鸦艺术 或者是地球人的一种奇特的领土标记方式 但回到现实 月球上的脚印失踪的谜团并不需要外星人来解释 科学家们认为 随着时间的推移 由于微陨石的不断撞击和太阳辐射的影响 这些脚印会逐渐变得模糊 最终消失 这个过程可能需要数十万到数百万年 所以现在的宇航员脚印还在 但未来的月球考古学家可能就没那么幸运了 最后 虽然月球上的脚印可能会消失 但宇航员们在月球上的成就和勇气 是永远不会被遗忘的 这些脚印不仅仅是一小步 它们代表了人类探索未知的巨大一跃 即使在未来 当我们在月球上建立基地 开展旅游 甚至举办月球马拉松比赛时 那些最初的脚印将永远使我们今年和庆祝的历史瞬间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尘埃中的秘密 寻找月球历史的线索 好的 让我们一起踏上一段穿越时空的旅程 去探索那个静默无声 布满灰尘的天体 月球 月球 这个地球的中式伴侣 自古以来就激发了人类无尽的好奇心和无数浪漫的传说 但是 除了世人的赞美和夜空的凝视 科学家们在尘埃中发现了月球历史的秘密 首先 感谢那些勇敢的太空人 他们不仅仅是在月球上跳了几步 华尔兹 还带回了一些非常珍贵的纪念品 月延和月尘 这些看似普通的石头和尘埃 其实是月球历史的密码 藏着宇宙的故事 月球表面覆盖着一层被称为月阳的稀小尘埃 这些尘埃是由无数次小行星和彗星撞击月球表面造成的 每一次撞击都像是宇宙的一次印章 记录下了一个实践 通过分析这些尘埃中的矿物质和同位素 科学家们可以追溯月球的历史 就像考古学家挖掘古代文明的遗迹一样 有趣的是 月球尘埃还有一个特点 那就是它的粘性 由于月球没有大气层 这些尘埃长期暴露在太阳风中变得带电 所以它们会粘在几乎任何东西上 想象一下 如果月球有家具垫 那么月球版的除尘滚筒绝对会成为畅销产品 而且月球尘埃还很锋利 这是因为在地球上 风和水会磨平尘埃的边缘 但在月球上 这些尘埃就像是微型的玻璃碎片 长期以来一直保持着它们的锋利 这对太空幅可是个大考验 如果不小心 太空幅就会被这些微小的月刃划破 现在随着科技的进步 我们不仅可以通过带回的样本来研究月球 还可以通过摇杆探测技术 从地球上获取信息 这就像是用超级望远镜 偷看邻居家的花园 只不过我们的邻居是25万英里以外的月球 通过这些研究 我们已经知道 月球大约形成于45亿年前 它的诞生可能是一个火爆的过程 当时一个大小类似于火星的天体与地球相撞 产生了大量的碎片 这些碎片最终聚集形成了月球 这场宇宙级的撞车事故 不仅给我们留下了一个美丽的月亮 还让我们的夜晚不再黑暗 总之 月球尘埃不仅仅是尘埃那么简单 它们是月球历史的见证者 是太空探索的宝贵资源 下次当你仰望夜空中的月亮时 不妨想象一下 那些沉默的尘埃 正诉说着一个古老而神秘的故事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静默的证人 月言揭露的月球之谜 各位同学 朋友们 今天我们来聊一聊 那个夜晚常伴我们左右 古老而又神秘的天体 月球 月球 这位静默的证人 自古以来就默默地记录着太阳系的历史 而他身上的月言 更是如同一本厚重的历史书 等待着我们去翻阅 解读 首先让我们来点幽默 想象一下 如果月球能说话 他可能会抱怨说 地球上的你们真是太吵了 我这边好不容易才能享受一点宁静 但是 月球虽然不会说话 它的岩石却能说很多事情 月球上的岩石 大多数是在极端的环境下形成的 比如巨大的陨石撞击 所产生的高温高压环境 这些岩石中 有的古老的令人难以置信 它们的年龄 甚至可以追溯到45亿年前 也就是太阳系形成之初 通过对这些岩石的研究 科学家们可以窥见太阳系早期的面貌 了解月球乃至地球的起源和演变 有趣的是 月球岩石中的一些元素比例 与地球上的岩石惊人的相似 这让科学家们提出了一个大胆的假设 月球可能是地球的亲戚 根据这个假设 大约45亿年前 一个名为托伊亚的行星 与年轻的地球发生了一次剧烈的碰撞 结果产生了大量的碎片 这些碎片最终聚集形成了我们现在看到的月球 这就像是一场宇宙几倍的家庭纠纷 最后不仅和好如初 还多出了一个成员 除此之外 月岩还揭示了月球上曾经存在过火山活动的证据 月球上的一些岩石还有玄武岩 这是一种在火山喷发时形成的岩石 想象一下 那个时候的月球 火山喷发 岩浆四溢 场面一定相当壮观 不过 别担心 这些火山活动 已经在几十亿年前就停止了 月球现在是一个非常安静的地方 最后 月岩还告诉我们 月球上的环境非常恶劣 由于没有大气层 月球表面暴露在宇宙射线和太阳风的直接冲击下 这使得月球表面的岩石经历了长期的风化过程 形成了一层细小的尘埃 也就是月尘 这些月尘对于未来的月球探险者来说 既是资源 也是挑战 总之 月球这位寂寞的证人 通过他的岩石 向我们讲述了一个 又一个关于太阳系早期历史的故事 虽然我们还有很多谜题需要解开 但每一次月球探测和研究都让我们离真相更进一步 所以 下次当你在夜晚抬头望向月球时 不妨想一想 那个古老的天体正静静地等待着我们去揭开它的秘密 各位观众朋友们 今天我们聊了关于月球的一些有趣的话题 月球上的失踪脚印 寻找月球历史的线索 以及月言揭露的月球之谜 我们发现 月球不仅是一个美丽的天体 还是一个无声的记录者 它身上的脚印 尘埃和岩石都蕴藏着宇宙的故事 尽管脚印可能会消失 尘埃可能会遗失 但宇航员们的勇气和成就 以及月球的历史将永远不会被遗忘 所以 让我们一起继续探索宇宙的奥秘 为了人类的未来 为了更多的发现和冒险 现在 我想听听你们的想法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撰设计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 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 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